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终于找到一家 它从17、18、19年 连续的三年统计了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容器在企业的普及率 然后左边这个图的话是说 企业里面是否应用了容器技术呢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 市场战略率是逐渐上升的 右边这个图的话是说 在左边这个87%这个部分里面 真正把容器技术应用到 自己企业的生产的系统上面来的 这个比例大概是90%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也就意味着大家来做容器技术 并不是坐着玩 而是真正地把这个东西 是奔着做生产的 支持我们的业务这个诉求区的 当然这个可能跟大家的体感 有一点差别 觉得这个普及率没这么高 这个是因为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渗透率的因素 大家可以考虑进来 就是说一个公司呢 你留多少业务线 真正上的容器 所以说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或者一个公司把这个容器 用到技术 用到这个自己生产线上的时候 这个普及率已经很高了 但是你整个容器技术 在公司内部的覆盖率 其实还是蛮低的 所以这个东西角度来看 其实容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整个容器的发展的 从15年到现在差不多4年时间 整个容器这个生态意志 回避不了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大家觉得容器这个系统 一提到说我们用容器 就先考虑你的安全性 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更安全 是不是能保护我的数据 能不能做到相应的安全防护 那从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也从技术也是从 不同的角度来正视这个 业务的诉求 然后提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案 那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容器 作为一个生产系统 使用的这个基础技术容器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安全 其实是一个系统 或者一个体系的安全 它需要从这个 你的容器镜像的生产链 就是说你怎么制作这个镜像 你镜像下面用的 Base的这个1米级 以及镜像里面本身包含的数据 和执行的程序 是不是安全的 然后从这个 包括整个制作好的镜像 怎么上传 整个上传是怎么下载到 你的这个真正的服务上去执行 这个这个供应链是需要安全的 就是说你的容器镜像生产 这个是必须安全的 第二个是说 特别是现在容器 既有在企业内部的私有云 同时也有在这个外公有云上面的 一些应用的场景 那在整个基础设施 就是说你下面这个 云这个基础设施里面的网络 数据 用户授权 这些是不是做得了 足够的安全 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上 我们才是在这个 真正容器运行的时候 我们要保证容器 这个运行的过程的安全 那所以整个容器的安全上 我们不只是说 只是我只要跑 只要运行这个容器 这一瞬间是安全的 我整个容器生态就安全了 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生态链 来保证整个端到端的 这个安全 那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 主要关注一下 容器运行式的这个安全 其实说容器的话 整个逻辑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按照现在 这个主流的应用容器的方式 都是前端 你用K8S来做业务编排 最后你要把K8S的一个Pod 跑到某一个你的支撑平台上去 整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需要从K8S那边 编排好业务 把它真正的调度到某个资源上去执行 那整个容器这个生态 特别是安全容器这个生态 大家会觉得这个技术词 技术方案 还有技术提法 还有各种项目层出不穷 那我们大概以一个 相互演绎的角度来看看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 这个里面出现的 并不代表时间先后 只是说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来看这个 第一步的话就是最简单的 用K8S直接对上Docker 对上K9D对上RUNC对POD 这件事情大家都不用说 因为最开始的东西都是这么构建出来的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那个红帽就说 这个K9D这个系统太复杂了 我K8S要去运行一个POD 其实我不需要K9D那么里面丰富的东西 那么不可 不太好维护的东西呢 就做了一个CRAO 它简单来说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简化版 或者定制版的一个 一个K9D这个方案 在这个字上的话 K8S就觉得 我直接在刚才续总 也很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 RUNC这样的运行机制 它是利用一个共享内核的 那这个共享内核这件事情 对安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弱项 那我们就基于K8S这样的东西 来提升这个运行式的安全 那在这个另外一个说 这个你用Kata是很好了 你把我用虚拟机的方式 把我的这个运行环境给保护起来了 相当于修了一套防护墙 把我的运行环境保护起来了 但是你这里面用的Linux内核 这个东西也会太过复杂了 里面Linux内核 几百万上千万旁的代码 那我的这个漏洞也是有的 CV也是经常出现的 那我是不是做一个更简化 更定制化的内核 我只有实现Linux的API 实现这个Linux相应的功能 但是我整个实现简化很多 那这个就是GVisor整个数据 相当于我是 模拟一个Linux行为 然后让这个本身模拟实现 又简单又安全可控 这是整个GVisor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在GVisor出来之后 然后Unix Unix的这个社区 又搞了一个叫做 Nabla Container的方案 其实我最直白的简读就是说 你可以从头写一个GVisor 这样的模拟Linux内核 我可不可以拿一个 NatorBSD的内核 来直接模拟Linux 而且NatorBSD本身就有 这个Linux API兼容性了 所以Nabla Container 本质上也是 模拟Linux内核的一个思路 但是它用了Unicure的 这个相当于体量小 然后可以和应用深度整合 然后整个安全边界 相对说是比较小的一个特点 那总之 这个这一圈里面 容器Roundtime里面 核心都在解一个问题 怎么不要用host的OS 来运行我们的容器 其实大家都在解决这一个问题 那最近这个19年 那个VML 这个虚拟化界的技术老大 推出了这个探组 或者探组下面包含了一个 叫做太平洋项目的东西 其实太平洋项目的 这个核心思路 是非常优秀的 第一个 以前我的VML 是用管虚拟机的方式 来管我的资源的 我管的是资源 现在这一套出来的时候 我管的是业务 我管的是K8S的业务 我用K8S的方式 来调度我的资源 第二个 它的实现方案 是用轻量化的虚拟机的 来实现的 所以整个这条路径 也是相当不错的 也是19年 但是这个大家能查到的资料 非常之少 只能通过大家技术反解读 它是怎么实现的 但是你要看VML这家技术公司 基于MicroVM的 这个做安全杀箱的一条 技术路线 他们至少做了五年以上 从一三一四年 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个路线上做 有不同的方案 做一个方案放弃 做一个方案放弃 那是到最近为止 推出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案了 在这个上 在这个这次云气大会上 阿里巴巴这个也宣布了 阿里巴巴 Cloud Sandbox 的这样一个 安全杀箱的这样一个技术 其实它就是建于 太平洋项目和 卡塔卡特之间的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它本身是基于 新量级虚拟化 它不但用虚拟基因 来隔离了 这个容器的运行边界 同时也会对镜像 对整个网络这些安全上 有所增强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展开讲 那基本上比较直观地理解的话 就是说 阿里巴巴 Cloud Sandbox 可以是看成 这个太平洋和这个卡塔东西之间 这种形态 它兼具两个形态的一些优势 那还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说 在企业里面真正去落地 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不只是破的 因为整个软件开发的 这个生态 这个周期 包括整个生态环境 其实是从原来 从物理级到虚拟级到破的 那我们既有这一套东西 来支持破的 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原有的虚拟级 怎么管理 它整个在社区里面 两个比较典型的 像我一个就是CubeWort 一个是WortNet 本质上它的逻辑就是一点 我用K8S来管理 我原有的虚拟级的一套生产系统 这是它一个核心诉求 只是说我到底是 解口是实际节的K8S 还是CubeWortNet 解口点不一样 但本质上解决问题就是这样 那今天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 Firecracker 因为这个Adapt就是这个电大 所以Firecracker一出来 大家默认就是 Firecracker就是安全容器 或者是安全杀箱的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但事实上从技术上来解读 Firecracker其实并不是 安全杀箱或者安容器 它只是一个轻量级的VMM 就是虚拟化管理器 虚拟级管理器 本质上Firecracker 现在从它的整个实现上来说 也是作为Kata的一个 和科目并列的这样一个VMM来使用的 所以大家对Firecracker不要有误解 它只是一个轻量级的VMM 并不是一个安全容器 它要和Kata的其他生态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一个安全容器的 一些整体的虚实诉求 今天我们接下来讲的 主要讲这一块 其他的生态我就不细谈了 主要讲讲我们这个安全容器 会怎么发展 那就是说 这个共享内核这件事情 是整个容器快速 就是说 基于NITX内核来构建容器生态 是整个容器蓬勃发展的根基 没有这一条 其实容器可能也发展不起来 但是随着容器这个生态的进展 然后基于共享内核这件事情 它的这个代价也组间暴露出来了 就是这种 隔离性不够 包括你的安全隔离 性能隔离 故障隔离 这几个东西可能都不太满足 生产系统的需求 作为原来一个研发系统 基于共享内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快捷方便地就能用起来 但是真正当你想把这个 共享内核的东西 推到线上去 作为一个生产系统 就会面临很多问题 那作为一个生产系统 其实它更需要的是一些 高效 安全 稳定 低开效 生产兼容的容器引擎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那其实很简单 大声也给我们说了 计算机所有问题 都可以通过加一层抽象来解决 那我们其实也就是 要加一层抽象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实加一层抽象本质上 也就是说 把原来共享内核的一个解决方案 做成一个独立内核的 我下面的物理机上面的一个内核 只是作为一个系统资源 调度和一个系统运维的一个内核使用 而我真正运行业务的这个内核 都是我独立的 我每一个自己的容器 有自己的内核 那这个里面的做法 大概有那么四条路线 最开始最简洁的办法 就是我自己买一个虚拟机 在里面装一个 装一个Cubinet 装一个一套容器的一套环境 那我就可以运行起来 我这个安全边界也是足够清晰的 但这条问题就是说 你整个系统太重 因为你要自己从虚拟机 到容器生态 整个资源调度规划 都要你完全自己去做 那在这个之上的话 其实Microgram的思路就很简单 这条模型 安全模型 大家都是经过生产验证 而且是得到整个业界 大家认可的一条路线 但是它的资源太重 所以我们本质上 Microgram的一个核心数据 就是说 我可以三反就减 哪些是我真正的 在运行容器需要做的功能 需要做的这种技术 我才真正的做出来 那对于那些不需要的东西 我就把它裁剪掉 通过这条方式来减轻 这个容器的资源诉求 其实Microgram本质上 就在做一件事情 轻量化 还有第二个事情 针对场景的定制化 因为有很多事情 你知道你运行的场景是什么 你可以做定制化 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 GY数据化 其实就是第三条路 基于进程虚拟化 本质上来说是说 它里面也用了虚拟化 来做一个隔离边界 但是它自己实现了一个内核 来模拟的内核的行为 第二条和第三条的本质区别 就是随兜底 第二条 整个功能完全要有 上面那个运行 那个容器的那个内核 完全实现全功能的 而那个 基于进程虚拟化 它本质上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我能做的事情我就做 做不了的 我就让下面的OS来做 所以兜底的是下面的这个OS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下面这个OS 虽然有一部分 这个业务被放到 上面那个模拟的内核里面去了 但是这下面这个内核 还是被深度服用的 它并没有真正做到 我一个业务 一个独立的内核 所以它这个地方兜底的 还是底下的OS 然后那个 后面那个Unicure刚才讲了 其实只是一个 精神虚拟化的另外一个实现方案 但是Unicure有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它是需要这个 和应用深度整合做改动的 就是说你必须把你的应用 针对Unicure做一轮改造 你才能用这个Unicure的技术 来支撑你的容器 就是因为这一点 基本上让Unicure 这条技术路线走起来 是非常坎坷的 因为作为一个生产系统 你的应用基本上 不会为你下面的 一个平台级的一些变动 来改动我的应用 来重新把我的应用 重新试配一遍 所以Unicure这条路线 我们不是特别看好 那整个夜间的态势的话 大概可以看出来 虚拟机 基本上是有一个虚拟机 你就可以装一个 这个谁都能搞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列举了 然后基于这个 那个Unicure这条路线 基本上就只有 IBM的Nabla Container 这一个事情 我的感觉 它们是玩票是试水的 是因为GY事出来了 然后基于Unicure这条技术路线 大家赶快玩票一把 做一个类似的概念出来 但是本质上我觉得 它是没有深度 是说怎么来真正落地的 然后基于进程虚拟的话 从页面来看 我们能看到两个意思 一个是Google的GY事 第二个是Windows的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然后这个是第一代的时候 是做自己一起来 一个模拟的内核 但是第二代的时候 其实已经转到 GYMicro内核这条了 叫WSL2 就是第二代的 Windows Subsystem for Linux 其实又切回了 GYMicro RAM这条技术路线 那GYMicro RAM这条技术路线 基本上就是不用说 大家能感觉到 这个是整个业界的 主流技术路线 大家基本上 几大厂家在里面 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包括阿里的 包括蚂蚁的 还有包括微软的 还有VMware的 还有AWS 基本上都在这一个圈子里面 所以从这个上来看 大家也可能明确地感觉到 就是说基于这个 Micro RAM这条技术路线 可能是更符合 一个技术主流一些 那我接下来就讲一讲 就是说在整个 基于Micro RAM这条技术路线 大家平时接触最多 或者整个行业里面 最领先的 或者应用范围最广的 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Cata Container 因为许总在这儿 我也不就具体展开 这个什么Cata Container架构了 我们就讲一讲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Cata Container 哪几件事情是做对了的 因为它做对了几件 是让我们选择的 这个技术方案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大家更值得探讨的 一个话题 我觉得Cata Container 做对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使用了 Nilix内核 因为对于一个面向 这个公众服务的 一个服务平台 如果你的这个 内核这个服务平面 不是标准化的 而是一套私有的 一个定制方案 你要去摸你 Nilix的行为 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 meeting impossible的 因为你基本上是 做不到的 有好多案例 已经无数次证明 你要摸你 Nilix的东西 基本上最后是失败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基于一个标准的 Nilix内核的 这个Sysm Code的 接口来为 用户提供服务 这是以最大程度上 保留了 保护了我们的 客户的既有投资 于上海里的应用 基本上不用作改 就可以在这儿落地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 轻量级虚拟化 把我们整个容器运行的 边界包起来了 然后这样让大家 有一个非常 从资源 还有从你的安全 从你的故障上面 都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这件事情 对一个服务商 服务工艺商业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意味着 我不会相互影响 假用户一和用户二的 这个业务之间 是完全隔离的 这一点 是我觉得是 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第三点的话 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可能平时 也不太感觉到 就是Cata和这个 生态的融合的结合度 我觉得是 整个解决方案里面 是最优秀的 因为从原来的Docker 到现在的K8S 整个Cata的融合度 都是非常好 那意味着 我们的客户上来 从你的管控平面 你可以直接用K8S 来做管控 从你的应用平面 你可以直接用 Linux的标准的 Systems来做应用 那意味着 客户在整个应用 这套技术方案的时候 你基本上是 无感觉可以搬上来 这个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如果没有这些 我们让客户 从原来的系统里面 搬到这样一个 沙箱或者安全的 一个容器生态里面 就是面临很多挑战的 那接下来讲一讲 这个阿里巴巴的 这个集团内部 对安全沙箱 以及安全容器 这些应用的一些场景 以及采用的一些技术 那首先呢 其实我们大概归纳一下 这个阿里巴巴内部的 一个应用场景 那最左边的那个 其实就是我们面向 这个公众提供的 这个容器服务 其实也就是一个 云的容器的多租服务 在这里面呢 它是要求是说 不同用户的容器 都可以安全跑到 我一个共享的 基础设施上面来 这个不同的 这个实力之间 是有严格的隔离的 有严格的安全保障的 也有严格的这个 性能的KOS的保障的 那这个可能大家都是 比较容易理解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像 那种类似函数计算 这样的场景 虽然基础设施都是你的 但是代码 是用户传上来的 这个代码传分 有两种场景 一种是说 用户就是传代码 第二种是你从一些 不可信任的一些源头 下载了一些代码 下载了一些库 或者下载了一些应用 跑到你自己的 生产环境里面来 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也是需要 把这个东西 用一个安全边界 把它确定到 一定的范围之内 来执行的 第三个可能是 大家平时不太能感受到的 这个是要重点提一提的 因为这几年 随着云计算推进 现在不同业务的 混合部署 其实也是一个 很热的话题 但是在不同业务的 混合部署里面 其实它面对的 技术挑战蛮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原来基于 这个共享内核 做了一轮部署 然后大家基本上 做到一定边界 所以发现这个事情 安全容器面对 一样的问题 在同一个内核上 你怎么去隔离 两个不同类型的应用 这件事情是很挑战的 那综合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把这个需求背后 其实你可以抽象成 几个真正的诉求是什么 诉求其实就用一个词 就能把它概括出来 就是隔离性 那从我们的多重服务里面 我们的隔离 除了安全隔离以外 我们还有资源隔离 性能隔离和故障隔离 故障隔离 故障隔离意味着 我一个用户的业务出问题 我不能影响其他用户的业务 那从这个执行 不可信代码的地方 它的诉求相对是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安全隔离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混合部署里面 它的诉求也大概是 资源隔离 性能隔离 故障隔离 这里面其实是我们有一些 大家如果真正做个生产系统 就会有特别明确的感觉 当你把两个不同的业务 混合部署在一起的时候 每一个业务都是 针对自己某些特定的内核版本 做个深度优化的 甚至在内核里 有个一些集成改造的 针对我的业务 把内核做了很多定制化 当你要把这两个业务 混在一起 你两个内核 荣原合不到一块 这个时候其实冲突 是非常之大的 而在这个地方 其实安全杀箱这种方案 其实就能很完美地 解决这种问题 就像你每一个业务 可以有自带的一些内核 有自己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功能 有自己定制化的一些特性 还有一个就是故障隔离 因为最害怕的就是 现在这个服务器 以前可能20年前 做的是一个服务器 就四个八个CPU就不得了了 现在随便一台机器上来 就是两百个CPU 四百个CPU 然后可能到一千个CPU 这件事情也不是太远 而我们现在每个应用 真正每个应用需要的 CPU的资源 其实大家程序员的 这个智力还是有限的 真正能用好的CPU 也大概四到八个这个样子 就超过四到八个 你就要把这个资源用好 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每个应用的规模 其实对资源的诉求 还是四到八个CPU 但是我们本身物理资源 这个服务器的资源 是在逐渐线性上升 那就意味着 在我一台物理机器上 承载的业务会越来越多 而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底下的核心的 那个hostOS出了问题 那意味着你影响的业务面 就会越来越广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故障的隔离的角度 我们尽量把你的 这个执行单元 和你的应用的诉求 等同其来 你应用诉求 是四到八个CPU 那我们的资源的供应单元 也是四到八个 然后相互之间 是相互安全隔离 故障隔离的 所以这点呢 其实是平时 可能也是真正的 和生产系统打个交代 会感觉到的 一些领悟的点吧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阿里这个安全杀箱 可能是今年在云西大会上 整个对外宣布说 阿里有自己的 这个安全杀箱解析方案 其实在阿里内部 整个容器 安全杀箱的 整个技术节奏 和整个业务 是精准同步的 从2015年开始 然后在阿里内部开始 基于做这个 基于我们叫Vinitix 和现在这条路线的 鼻祖就从那个点开始 到之后我们逐渐 研发系不同的技术方案 到今天为止 我们推出自己的 这个安全杀箱 这个技术方案 本质上这条路径 其实上和业界的发展 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且非常可喜的是 18年到19年 基本上是 安全容器技术的 一个井喷链 17年底 那个Inter和Hyper 联合起来 组成了那个 Cata-Kanel 这样一个技术项目 然后18年5月份 Google的G-Wiser开源 18年的11月份 AWS Firecraft开源 然后19年 太平洋项目出来 整个你会发现 各大公司基本上 都是在1819年 把前期开发过 几年的技术 组件 在向整个 产业圈在推广 所以这两年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容器技术的 井喷链 那在这个 阿里的这个 安全杀箱 其实最直白的解读 就是基于 Bikram架构的 实现多租安全的 高性的容器运行环境 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关键 是容器运行环境 不是容器Round Time 因为本身 容器Round Time 它只解决 在这个OCI这个 接口之下 你怎么安全地 运行一个容器 而我们这个 安全杀箱 它不但要解决我 怎么运行这个容器 我们还要解决 怎么为这个容器 准备相应的 安全环境 包括你的镜像 怎么每个客户的镜像 怎么安全地管理起来 我们怎么保证 我们去 破一密集的时候 是走用户的网络 而不是走 我们自己的管理网络 这个数据永远 用户的数据 不会进入 我们的管理网络 这两个面 是严格分离的 这些问题 总结上来说 就是说 我们不能要管 怎么运行一个容器 我们要解决 怎么为这个容器 准备好环境 所以最后这个词 比较关键 是我们本身实现的是 一个运行环境 而不只是一个run time 这里面呢 它用的核心技术 就包括这种 虚拟化 针对这个容器这个场景 虚拟化相应的功能 加固和裁剪 然后我们对整个 虚拟机模型的精简 还有包括镜像管理 这些具体的点 我们可以待会下来 具体 有问题可以大家 下来交流一下 那我们通过这一套 组合环境 我们大概做到的 这个就是 撒箱启动时间 大概能做到 500毫秒以下 然后在液态机器上 我们一秒钟 能启动200个以上的实力 然后我们的内存开销 只看VM这个级别的 开销 刚才那个虚拟 是说成果VM是 大概11兆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 把实力跑多了以后 其实这个资源平均 还在往下走 我们大概是能做到 两点几兆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意味着 我一台物理机上来 我一秒钟 就可以拉起来 200个实力机 把一台物理机的资源 就吃光了 意味着 我的这个业务的弹性 是非常明确的 我一秒钟 可以把一台物理服务器 准备好 那最后一个章节 是关于这个 容器的这个 发展趋势 以及我们对这个安全容器 的一些诉求 几个生活中 刚才讲了一堆这个容器 其实大家很难理解 到底各个容器技术路线 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什么场景 那其实我们拿生活中 最简单的例子 其实就很容易 把这个理解清楚了 左下角这个图 就像那些 ROM C ROM C是什么 就像类似一个 群租房一样 大家在这里面 拉个帘子 房间一格 然后反正 饮食也不太好 然后各种资源 也是公用的 反正除了问题 你的资产保护 也不太好 所以这个大家都忍着点 但是它的好处 就是资源利用力非常高 因为你基本上 不需要修什么隔壁的墙 这些都不要了 一个链子就解决问题了 那其实Cata的话 本质上就相当于 一个合租房 就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干工作的时候 都住个合租房 是吧 每人有自己的卧室 但是呢 你的客厅啊 你的厨房啊 卫生间还是公用的 这就意味着 我在运行的时候 我有自己独立的资源 但是我的竞相管理啊 我的网络啊 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一个 供应和资源 所以本质上 Cata现在1.0的价格 相当于一个合租房 这样一个场景 而我们做的 阿里巴巴的Cata Santa Box 本质上就是像做的一个 像这个 有点是公寓一样 它给你提供了 标准的服务 你淋包入住 里面所有的环境卫生打扫 都是用我们来负责 你只需要管 我在里面住一晚上 我走人就可以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操心 整个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还保证你整个进来 是安静 干净 安静的 干净的 清洁的一个环境 然后那个 你要租虚拟机的话 这个很简单了 那租虚拟机 大家也知道 租到虚拟机有种的 家具 甚至装修 对吧 这些东西你都自己负责 这个当然你的什么 饮食啊 你的财产啊 都可以得到保护 但是你要做到家务就多了 因为呢 每天扫地你也得自己干了 对吧 每天给你扫地了 那如果你还要更高端的 像机动机客户 那你可能就想去买一个裸金属 虚拟机 这个物理机上面的 还有多个用户的业务 是部署在同一台物理机上 我觉得那个还不够干净 我就要求 对生活要求品质很高 我可以去搞一个别墅 那这个别墅周围环境也很好 我想怎么装修怎么装修 周围可能几百米以内 就没有其他住户 对吧 那其实这就相当 平时在整个云户里面 你去买一个裸金属 整个物理机 完全归你的使用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觉得可能 基于中间这种酒店式公寓 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一种对外提供云户的一种形态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 Kata能往这个酒店式公寓 这个方向走一走 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其实从用户的这个诉求来说 其实用户 业务诉求就那么两三条 就是以最少的成本 以最安全的方式 最快地跑完我的业务 大概就这么个事情 对吧 那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是希望 理想中的一个容器运环境 它首先有超越虚拟机的安全性 因为这话大家听起来 可能第一反应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你是基于虚拟机的技术 你还能超越虚拟机的安全性 这个其实也很容易 就能想明白这个点 因为你在用标准虚拟机的时候 你要照顾各种各样的场景 而照顾各种各样的场景 你出漏洞的机会就大增 对于容器这个场景 我们只需要解决特定场景 我的整个代码量 我整个实施方案的复杂度 都可以比虚拟化简单很多 甚至我的保护措施 都可以上下联合保护 基于这样的一些安全设计出来的 这个安全性是可以超越虚拟机的 第二个是持平Ronse的性能 因为这个听起来是很疯狂的一个提法 但是事实上 从用户的角度 我管你什么安全容器Ronse呢 我的业务还搬到你上面来跑慢了 你给我解释吧 对吧 就很简单 那这个怎么做到这一点 大家可以整个行业一起 共同来推动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我觉得从用户出去 就是很直接的 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无缝对接生态 因为用户为了一个底层技术 来改自己业务这件事情 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虽然我们自己做底层技术的人 觉得自己技术很牛 但是你真正到业务的而去 你就是一个乙方 因为人家业务在这儿 你改的什么 基本上不现实 所以我们必定要做好生态兼容 让业务在不同的技术平台之间切换 基本做到无缝切换 做到这一点以后 整个你的这个几层技术的 通用性才能做好 那其实本质上来说 我们做安全容器 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做到这个性能和安全的 这个双丰收 就是予与凶人要兼得 我既要有性能 同时要有安全 如果你只有性能 没有安全 这个事情不行 如果你只有安全 没有性能 用户也不买账 所以最后的目标 其实就是做到一个 Security by default 我们提供的容器服务里面 天生类质的就是含了各种安全的能力和解决方案 然后让用户可以无感知地应用这种安全插项 而不要让用户在这个 广性和安全容器里面做选择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境地 那我们从我们做这个容器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这个到底我们容器这个角度 从希望CataV2 因为CataV1点几 这个已经解决了现有的问题 那我们在Cata这个事情往前发展 或者这个技术领域往前发展 我们希望它能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了 第一个就是安全 安全就是说 不只是说我们要去用什么什么技术 本质上安全是需要一些高层设计的 就是一套你的技术架构 你的微信模型是什么 哪些组件是可行 哪些组件是不可行的 可行和不可行的 边界在哪儿 什么相互保护 谁来控制 这一条我们是很希望 从Cata整个大的社群里面 大家构建一个清晰的安全模型 不只是说 因为Cata是用了虚拟技术 所以它是安全的 这话是立不住脚的 我们是要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模型 来证明我们Cata真的是安全的 第二件事情的话 这个K8S或者容器社区 它的一等公民是RUNC 基于虚拟技术的这种技术 其实是一个二等公民 就是说它有很多的时候 它的做法是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RUNC的方式来运行 所以说整个K8S生态 对基于虚拟技术的适配度 还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和整个同行们 一起来把这个K8S这个生态 和基于虚拟化的这种 这种技术方式配合得更好 第三个点的话 就是要尽量减少组件 然后提升全链路的稳定性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 能谈到话题非常多 因为做任何一个技术方向 第一步就是先用现有的组件 快速地搭建起来 自己设想中的一个软件模型 然后证明我这个东西 是可行可用的 我认为现在Kata 已经度过了这条阶段了 就是说利用现有的各种组件 以打积木的方式 达出一条解决方案 这件事情已经做完 已经证明了Kata 这个技术架构的优越性 但是下一步 我们不能停留在打积木 当你真正证明一条 这个技术性可行之后 其实应该是为 真正的生产系统酸缓旧结 只做自己要的东西 实现自己的功能 保留自己原来设计的精髓 这个里面 从我们的切身之痛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你看这个CII和OCI之间的 这个容器引擎的这一条路径 整个大的脉络 其实就是在检测组件数量 从最开始的三个组件 到CII加KnowD 加KnowD两个组件 到现在直接整合进去 搞成一个组件 那其实 你要是看这条路线 你就觉得好像挺挺完美的了 一个CII加上一个OCI的引擎 直接跑一个破头 好像这个电路已经很短了 对吧 但是真正当我们把这个Cata 这个黑盒子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后面还有一堆路径 因为你要是看这条C 好像路径是很多 但是你要把Cata加进来 整个全面路的路径就长了 从我们刚开始结束Cata 1.3 1.4的时候 还是CII加Proxy 然后还是每一个容器一个SIM 然后再到里面的那个VMM 再到Gest 再到里面Agent 然后我们自己切身的感受 从这个1.3切到1.5 1.6之后的CIM V2 这个里面其实它做的一个核心改动 就是把每一个Port的一个 每一个容器一个CIM进程 切换成了每一个Port的一个CIM进程 这一个改动 对我们线上的压力测试的 这个故障率是要降低一个量级的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因为你要真正一个产品上线之前 你一定会做种各种高压 去测试我的性能稳定性可靠性 在我们实际生产当中 第一条路径的稳定性是要差很多的 就是因为这一个小的改动 所以从这条路上 我们还是很希望尽量把整个 因为大家已经证明了 或者已经大家形成共识 是说Cata这条技术性是对的 那我们怎么把它做到更可靠更可用 更可靠的关键一个点 就是减少这个里面的组件数量 因为很简单 当你系统运行压力很高的时候 你各个组件的调度的顺序不可控 经常就会导致你的控制性 这个控制性到上面的各种反应 时间出问题出误判 而这件事情出了误判的时候 基本上你没有找来恢复 那就意味着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故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到一个破者 只有一个对应的实体 全链路里面我一个破者只管一个实体 这一个实体死就死 这一个实体活就活 那我基本上系统里面不会出误判 我们最害怕的是初步判 本身那个实体还在这活着 结果你从管控电动上把它判成死了 然后又重新来构建一套新的系统 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第四个点 刚才那个已经提到就是用轻量 因为我们可以明确地判断出来 这个容器以后的部署密度 在单机上部署上千个容器 这个是很现实的话题 虽然现在可能大家还没打到这个密度 但是这个技术再往后走个一年到两年 我觉得单机部署上千个容器实体 这是很现实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任何一个资源耗用 其实大家都可以要去考量的 这个是不是最合适的 利用资源的方式 第五条就是可运违性 这一点的话 可能平时大家不太有感受 但是真正当你去做业务迁移的时候 你的业务方会说 我原来运行Runset的容器的时候 我整个系统因为是这么这么这么搞的 现在你多了一个容器之后 多了一个Cata 多了一个虚拟机之后 我的整个管控电路走不通了 那一条路我们可以让用户说 那那那你要用我的方式了 你按我的方式来办事了 你给我到能力中怎么搞 这件事情可不会搞 可以搞但是你会很费力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让用户像管装塞一样的 运违方式来管Cata 如果这条路走通了 整个让Cata落地这个通道 会大幅打通 因为意味着用户的整个管控体系 是不用改变的 不好意思 稍微有点紧张 那这页的话就是讲一个事情 就是刚才提到了 那个Cata现在 从Cata首页上进去 就是一个安全的run time 我们期望中Cata不只是一个run time 它应该是一个容器的安全运行环境 在这里面 它不但要包含这个容器运行式的环境 还要包括容器一些镜像管理 网络的管理 总之我任何一个实力的资源准备 都应该以这个用户的身份去进行 我们是很希望Cata能以这个角度 扩展自己的视野 不局限于一个安全的运行环境 而要实现一个安全 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安全的run time 而是作为一个安全的运行环境 来定位自己 这个是给大家提诉求的 那接下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这个刚才讲到的里面 我们是基于MicroVM的 那个MicroVM里面到底那个VM是个啥 那从其实在整个Cata社区里面 其实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叫做VM之战了 最开始是ColeMule 然后到ColeMuleLight 到Numeo 然后到Cloud Hypervisor 后面这三个东西是在一年之内发生的 从兴起到衰亡一年时间 所以很明确地感觉到 对于云原生这个场景下 或者在Cata这种场景下 到底它下面的Hypervisor该长成什么样子 其实现在是没有形成定论的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说 基于ColeMule改版这件事情 好像是不太行得通 因为我们已经发起 Intel整个虚拟化团队 已经发起两轮冲击 从ColeMuleLight然后到Numeo 最后这个方向上 都不是太顺畅走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从内部已经放弃了 还是走了ColeMuleLight ColeMuleLight 这个东西 我接下来讲 ColeMuleLight到底是个啥东西 其实ColeMuleLight 其实ColeMuleLight 蛮清楚的 其实整个技术源头 反正大家搞技术的 都不沾商务 实话实说 这个技术的脑脑是怎么来的 17年的时候 Google针对自己的Chrome的这个OS 搞了一个Google的ColeM ColeM一句话总结 就是用Rust写的简化版的文 然后这个IWS发现 GoogleColeM之后 然后就针对自己的场景 改造了一个版本出来 然后就像那时候说 从ColeM 派生出来一个Firecracker 然后在Firecracker开源的时候 这个事情所调一调 所不调一调 在它开源之前 其实阿里内部 正在用C写一个 这样轻量级的这个VMM 然后Firecracker一开源 我们发现 这个挺好啊 用Rust写这个语言比较安全 然后大部分的工作 也被我们重复做了 所以后来我们采用的程度 也是从Firecracker这边 派生出来 然后实现自己的一个 技术的VMM 然后最近Intel 又从ColeM 拉出来了一个 Code Hypervisor 这个本质上 都是用Rust 来实现一个 安全清量的VMM 来服务于云延伸 和安全容器这个领域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其实大家会发现 好像这么搞下去 每个人都做重复工作 不是太合适啊 因为这个程序员的工资 也很贵 每个公司重新写 它好像也不划算 所以其实大家最后 就形成一个 合力组织的一个 Rust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大家公共的部分 大家就别从头搞了 大家配合起来 把它放到一个 开源社区里面 大家共同来搞 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然后Rust 从它的这个诞生之初 其实都是从 Cata这个社区 长出来的 最开始就是 Firecracker进了Cata社区 然后大家发现 有这个 共享代码 Base的诉求 然后逐渐拉出Rust 现在算它单独作为一个项目的管理呢 其实它是从Cata涨出来的 那我们再稍微 这里面有一句话 个人观点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 因为我大概编程 十几二十年 从汇编语言 到C语言 C++ Java 然后JavaScript HMR5 这些语言我都搞过 最后我觉得 在系统级的语言 可能Rust 是一个不错的 这个可选之项 大家如果以后 在考量这个 系统语言先 行的时候 可以考量Rust 因为最近它的成熟度上来了 然后整个几大公司里面 你都能感觉到 有一些重量级的项目 在Rust上方向上 从我们实际的 使用经验来说的话 用它有痛苦的地方 就是说 它下面的可用的 基础组件相对偏少 但是你一旦用上手 你就会上瘾 你会发现其实 还是挺好的 因为用好了 我们实际在生产当中 有好几次上千行的 代码莫及进去 没有出任何bug 它的其实核心一点 就是一句话 让你在你写代码的时候 把你所有问题想清楚 不要在上线之后 在发现问题 回过来修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有力量的设计思路 就是按照它的规则 写代码写出 代码不犯错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好的 一个设计思路 那我回过来看 到底Rust里面 在干什么呢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 看一看 Rust里面里面 它本质上就是 把作为一个 像QB这样的VM的 一个公共部分 抽出来大家共享 那从Rust里面 一年发展来看 大概你可以看出 几个节奏 第一个就是 先把VM里面 这几个核心的东西 做出来了 就是跟KVM打交道的东西 内存管理啊 这些核心的东西 做出来 到这一步 基本上核心部分做好了 现在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最近这几个月 在做的 大家中毒做的事情 就是说 做这个设备模型的建模 就是说 到底我这个机器的设备 模型怎么管理 这个是正在做的 一个过程当中 我预估还可能需要 三五个月 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月份 可能这个黄色的部分 大部分应该能ready了 然后还会剩下一部分 其实就是黑色的部分 就是各种这个 各种设备的 驱动的实现 这个可能到明年底 能做完就差不多 那这个RustM和整个 你每个 这里面有了很多共享库 那我们像我们 阿里云的这个扎根部 还会做什么 其实在这些共享库之上 我们还要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的API的 这个接口是什么 你的这个IO调度 怎么实现 你的资源怎么管理 热身一热切硬 这些运位能力怎么实现 所以你会发现 作为一些基础的能力 大家是在RustM里面 作为一些更高级的 这些产品的能力 其实是每家公司 还会在自己 在独立开发的 那这里面的话 希望大家 如果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可以一起来 来构建这个 基础杂商店 来构建一些的 这个基础的能力 那后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 从阿里云这个安全杀箱 其实它的整个 整个思路很简单 就是立足于自我 然后通过生态共建 来共同打造一个 云原生的安全的运行环境 那这里面呢 我们肯定会和 那个Cata肯尔深度配合 把我们原来在 阿里巴巴的Cata Centerbox上面的 一些设计 一些能力 然后逐渐和Cata这边 配合起来 把它落到Cata这个容器 这个社区里面去 同时我们也会和 这个RustM和 InterCata Havirisor深度配合 来为这个云原生 量生打造一个 真正适合云原生 这样的一个 VM的这样的应用 我们不是说要替换QM 而是说在云原生 这个场景下 用QM有可能不是 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会为云原生 为容器这个生态 去构建一套 这个轻量级 G-RustM 跟一个轻量级 安全的容器生态 最往上呢 我们必须是要和 这个K-8S这个社区 做深度融合的 因为这个东西搞不好的 你的用户 业务就用钱会很痛苦 欢迎大家一起 共同来构建这样一个 云原生时代的基础的 一个云性环境 好 我的这个交流结束 然后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随便问 不好意思 多耽误了几分钟 没有问题的话 就讲这就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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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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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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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